将来你这个生活是怎么打算的 我生活 没打算这个 真的没有打算 因为我自己吧 反正我自己自己过也行 没问题 自己养自己肯定是没问题的 就是 这么大年龄能为哪继续吗 你就跟个面试官一样 给大姐问点 刚开始还挺自信的 没办法大姐问问问 大姐对对对对对 我那么严肃吗 他没达到这个状态 你又问这个问题 他就懵了 你先问他 他从来没想过这事 刚才你看看 这是小孩是得来的事 他这个思想 有点大男主义 我就觉得未来的规划 就是身体自然 你生活没生活在一起 你生活在一起的话 自然他有了 有的东西就有了 你现在规划的都 哎 都那么好 到时候生活在一起的话 啪啪啪啪 是不是啊 没有用 我觉得东西都是顺其 有些东西就是顺其自然的 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没学过的东西 想学没学到的东西 什么这个乐器啦 跳舞啦 什么这个网球啦 我现在都是现在会是跑步啦 打球 游泳滑冰 这个轮滑 我的天 这些都是现在都是做的 我现在都是做什么瑜伽呀 就是跳那些那些舞啥的 还有就写什么唱歌啊 跳舞啊啥 都是现在学的东西 那规划到那儿有什么 我喜欢什么茶艺啊 茶环啊 就是服装搭配啊 还有什么简单的化妆啊 这些都有多 我都学了 都是交钱学 大哥小的 哪有那么多中国 现在我都学了 对 就是一边工作 一边正前一边就学这些东西了 金大哥的这些 对退休生活的畅想和规划 关大姐说 他早就已经把这些兴趣和爱好 融入进生活里了 关大姐始终认为 想到不如做到 什么规划都没有变化快 不如脚踏实际的过好每一天 看你说那个唱歌 那都太没问题了 我唱歌比较 还可以吧 我感觉就在我同事啊 或者是朋友之间 我好像就是 差不多数一数二的了 我要陪着你一起变老 你就是我最亲爱的人 我要 忘个词了 我就忘个词了 挺优秀嘛 不是 那怎么不管说呢 不是 这些东西我是在一直 一边工作 一边上班 一边挣钱的情况下 我们就随便都学了 像你说的什么 以后的规划上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规划 非常地美好 都说 它不一样了 知道关大姐在兴趣爱好这方面 和自己有这么多的共同之处 金大哥自然是觉得很好的 不过他心里还有一个问题要问 问完这个问题 他就知道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了 但是既然这话提到这儿了 那你说咱俩这个 这个钱怎么花 你一说你两千 你比如说我六千 你这个钱怎么支配 怎么支配好 我开的工资多少钱跟你都没有关系 我就这么想 我的工资不动 我就说我跟生活在一起 去花他个子 这时候我一直都是这样 跟谁我都不听 生活费 就是难上承担 往来额外两千块钱 离活 我是这一要求 绝对不认为 那不就夫妻了 离婚好了 夫妻这个房产还一人一半呢 你为什么你 我这两千 我还要穿到你再给我挣钱 他说那个已经都 观点都很明确了 做朋友就完了 人家想家族观不同 夫妻呢 你必须得两人钱放一块花 透明 社会都这么透明 你凭啥 你的工资 你支配完了 在内 那就别谈了 你赞同他的想法 就夫妻放到一起花 你的工资 你也得放到我 再来一起花 你认同吗 这也可以 但是那个我得特别特别的 喜欢你的形象 就是说那种年轻时候那种爱情 这个没有 我觉得二婚爱情太少了吧 咱们就到此为止 不行 不是咱们那个合牌里 咱们就绕着走就完了 冠大姐说 要是真遇到了喜欢的人 什么生活费不生活费的都不重要 就算让他自己出钱过两个人的日子 那都不是问题 只是啊 现在这个年纪了 他不相信还能遇到年轻时候的那种爱情了